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现香港那边有类似的状况 他们也是就是车厢顶有漏水的状况 然后工会这边也有找到同业 有提供照片 看看台湾新进的EMU900清单列列 其中空调系统就是中置 负责的美莱克公司2008年6月成立 公司专门设计制造 包含长途的高速列车 以及捷运轻轨所使用的空调系统 另外联盟版与门机设备 也通通来自中国 台铁解释购车本来就有禁止中国投标 但跟韩国签约有著名 主要设备虽然限GPA会员国提供 但附属的设备没有限制会员国 才导致会有出现中置零件情况 要求原厂针对所有交付车辆全面检查 避免类似事件再发生重创台铁形象 再次新闻周关键蔡春起义台北报道